晚上公厕里的异动吓坏守门人 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虽初被怀疑的对象洗脱嫌疑 那么究竟是谁犯下的罪名 为何一个健康的男婴会遭遇无情抛弃 众说纷纭该如何保障弃鹰们的基本生存权利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被遗弃的天使 感谢观察 各位好 在古希腊的神话里 有一个尸身人面的怪兽叫斯芬克斯 他会问每一个路过的人 据说是世界上最难解的谜语 这个谜面是 是什么早晨用四只脚走路 中午用两只脚走路 傍晚用三只脚走路 谜底是人 因为人在婴儿时期娇弱无力 他得用四只爬行 轻壮年呢 他就两只脚走路 等到晚年了 他得煮拐棍 所以是三只脚走路 这个很形象的生命进程的图解 我们就能看出来 人类在婴儿时期是最软弱无力的 他无法自理 也最需要关爱和照料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往往事与愿违 今年六月三号晚上八点多钟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村的雷女士 正在打扫自家承包的公共厕所 女厕一共有四个吨位 她在打扫到第三个吨位的时候 突然角落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从这里或者这里的时候 这里快要搞完的时候 因为脱干净了 我用那个水从里面 那不是有那个吗 最后就发现那个水的带有点动 雷女士吓得把拖把一扔 跑出厕所 叫来自己的丈夫周先生 一起回到公厕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在走到这个门口 我把那个门口一推 我就听到那个 听到有婴儿的提呼声 然后我就没赶进来 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 受了惊吓的夫妇俩 赶紧向附近的治安员求助 一群人一起来 到了女厕所的这个墩位 结果发现 竟然有一个婴儿 被大头朝下的塞在角落里的这个直楼里 用一个塑胶袋装起来 潮湿用的那个购物袋 把他这样就就就就 吃肉肉的丢到这里 觉得太残忍了 接到讯息 真正是人外医院的急救车赶到了事发现场 对婴儿进行了现场救治 医生们发现婴儿身上有胎肢 应该是当天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 而且由于没有结扎其带 孩子失血很厉害 好像是不懂吧 因为其他要给他结扎 但不结扎小孩等于在放学 当时赶到事发现场公厕采访的记者 还看到了这样温馨的一幕 现场一位年轻的治安员不怕脏臭 一直把这个小小的婴儿 紧紧抱在自己的怀里 其中一个十七八岁的队员吧 然后他比较瘦肉 那时我就看到他怀里呢 就是抱着那个小婴儿了 孩子就很稳稳地就在他怀里睡着 我觉得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医护人员把虚弱的婴儿带回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接诊的大夫对这个婴儿的健康状况很担忧 当时看了我们的孩子 很心酸这个孩子过来的时候 整个脸色是苍白的 手指头都是透明的 我们那一看手指头都透明的 没有血色 第一次来我们血色素查在77克 我们正常的孩子要的150到180克 他只有三分之一 医院对孩子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发现除了贫血之外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难营 医护人员给他取名仁爱宝宝 针对宝宝的情况 医院采取措施提升他的血色素 孩子原本苍白的小脸 逐渐红润起来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 当时医院有三位正处于哺乳期的护士 分别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了仁爱宝宝 后来我们医院是刚好是我当班嘛 但是就是我也没想太多 我就觉得反正我本来也是哺乳期嘛 然后他又没有吃的 我就这样就没想太多 就觉得跟自己孩子一样吧 医院里护士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轮流贴身24小时 照顾这个没有妈妈的婴儿 给他做医疗护理的同时 还给他洗澡 喂奶 按摩 很快孩子就逐渐对护士们的声音熟悉起来 孩子变得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可爱 产科每位护士的手机里 都有和他的合影 这是其他的人 对 这个也是吗 对 这个也是 这是还没有去医院之前 一直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还抓人呢 会 你看他的手 还抓呢 那这些小衣服什么的 婴儿服都是你们给买的 不是 都是爱心人士捐的 捐住的 真可爱 这是之前的时候 深圳各界爱心人士听到这个消息 也都纷纷赶到医院探望仁爱宝宝 他们在留言板上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祝福 还为他捐款 并赠送了大量奶粉 因为我们下宝宝宝现在已经半岁了 他开始喝二段的 上了几关一段的奶粉 还是状态很好的 看小孩我还拍了几张照片 一般的家庭当中 一个婴儿的降生 那会是个天大的喜事 新的生命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为人父母的肯定也都喜气洋洋 有一种幸福感 对于这个小生命呢 也得倍加呵护 可你看看这个孩子 刚生下来就被遗弃了 还扔在厕所里了 反而在一些跟他毫无亲缘关系的人那 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爱和温暖 好在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之下 他转危为安了 谁这么狠心 这个孩子刚出生 就非得丢弃在厕所的直楼里呢 深圳警方介入了此事的调查 他们调取当天公厕附近的监控录像 逐一排查 希望找到蛛丝马迹 录像显示 傍晚18时27分 一名可疑男子在街道现身之后进入公厕 该短发男子年龄约25至30岁左右 全身黑衣黑裤 背着一个红色双肩背包 过了一分半左右 男子走出公厕 沿着原路返回 不过此时他的红色双肩背包 变成了简单的跨在左肩上 他在途中还不断回头张望 正因为这样的举动 引起了治安员的怀疑 可疑性就是他背包 是有一定重量感进去的 如果上厕所是不用拆包的 他出来的时候 却把包给拆下来了 对而且重量的话也感觉好像轻了会换一样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 发现丢弃婴儿的嫌疑人应该不是这个黑衣男子 而是另外一位女性 那个女的 对她经常去上厕所 进了十分钟 而且是提个筒的 清空录像中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 手提红色塑料筒 筒里还装着袋子 快步走进公厕 十分钟后 她提筒快步走出 虽然看不清女子的相貌 但她身材微胖 小腹突出 走路略显迟缓 不合产后妇女的体态 治安员判断 当时她提着这个桶的塑料袋子里 应该就装着男婴 警方在对周边地区走访筛查后 很快就锁定了这位女性 她就是新生儿的亲生妈妈 她叫小琴 广东人 今年还不满十八岁 去年来深圳打工 认识了一位二十一岁的打工仔 两人很快同居 后来因为一语不合吵架分手 她的男朋友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分手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月经没来 她自己都不知道的 自己怀孕了 一直到她宝宝已经有胎动了 胎子知道自己可能怀孕了 到要生的那一天 她自己出去晾衣服 她感觉肚子有点疼了 她就跑厕所去了 上厕所 她以为上厕所 结果孩子给生出来了 年轻妈妈小琴 瞒过了所有工友 但心里很惶恐 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想着家里的亲人肯定要责骂她 她更是不知道拿这个小生命怎么办 于是她把孩子放在桶里 拎到离自己住处较远的南光村公厕 丢弃在那里 当时来的孩子 因为我没在想 这孩子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丢到垃圾楼里 丢到厕所里面 垃圾楼里面 这我们正常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后面想 只有这种可能 孩子妈妈不懂事 她自己也有成熟 对 她95年的 对啊 她17岁多一点点 同样身为年轻妈妈的护士 梅惠芬 却觉得小琴的行为 自己无法理解 也不能原谅 首先我可能觉得 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 对于自己的孩子 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是理解不了 另外的话 比如说她是折叠 然后就在厕所里 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 我就觉得 她完全没有说 对这个小生命有一种尊重 或一种爱惜 你如果说你可以抛弃她 但是你不能这样子 就说她是好像说 用塑料袋或干嘛 全身就没有一件衣服 我觉得她完全就是 说的那个严重一点 就等于是在 扼杀一条生命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理解 警方以遗弃罪 对小琴进行追究 但因为她未成年 所以警方希望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主动领回 自己抛弃的亲生儿子 在警方的安排下 小琴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给她 她一来 我们就交给她 就一直抱在手上 一直看着孩子 你会摸摸凉 你会拉拉小手 一直看着孩子 这才是一个正常母亲的正常反应 天良是天父的善心 作为人 本性中的良知总是有的 试读情深的情感 也应该是天生的吧 对于遗弃自己亲生骨肉的行为 我跟大家一样 都很唾弃 可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去想想 因为这个小琴 她没有成年 她不成熟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她确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法律是无情的 从法律上讲 遗弃罪 是指对于年老 年幼 病患 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富有抚养义务 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行为 小琴就面临着这样的指控 警方找来小琴的父亲 希望他们家庭能出面 把孩子认领回去 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 参加了这次会面 她的外公是急忙就表态 说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孩子 抚养成人的 但是她的妈妈呢 只是这样子点点头 我就感觉她肯定是 可能用语言来说 她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描述她 又茫然 但是觉得可能通过这段时间 媒体啊 或者说她自己的反省 觉得呢 这个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她要承担责任 但是她又无从做起 很茫然的 我觉得她 小琴的家人表示 可以把宝宝领回自己老家抚养 这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听说仁爱宝宝要被家人接回去了 仁爱医院的医护人员们都很舍不得 在宝宝被送走的前一天 他们给宝宝办了一个满月聚会 因为刚来的话 她是没有什么反射的 面色啊 那个小孩那个反应啊 因为小孩本身她会不会认人的 她现在就认识声音 你看声音 宝宝她就会 牛头去找你的声音 她又反射了 不一样的 在被丢弃整整一个月后 仁爱宝宝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但就在今年的六月份 深圳市就出现了三起和仁爱宝宝一样的 健康婴儿被遗弃的事件 每年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 都会接收和安置大量器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身体有残疾 或者患有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孩子 当然也有是老数健康的婴儿被丢弃的 往往都是未成年少女怀孕的情况 你既然不愿意养 你为什么送我下来 社会很复杂 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迫使她放弃 把孩子自为自己的私人财产 这也是中国好多年生存的观念 我自己生的孩子 那么我完全有权利处置她 怎么处置是我的事情 不要你管 弃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为了保障婴儿的基本生存权利 有很多发达国家实践了弃婴安全岛的做法 就是由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来建设 给那些弃婴提供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 这个安全岛里边有保温箱 有排气扇 有被褥 保持适度的温度 湿度 还有充足的氧气 只要弃婴者把孩子放到安全岛 你也不用留下姓名 也不会被当场抓捕 也不会被遭到起诉 现在我们国家这个石家庄市 率先实行了这种做法 我知道肯定也有人质疑 说你这到底是尊重生命啊 还是纵容仪器啊 但是一个基本的理念是 如果你确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一定要抛弃孩子 那就请你把孩子放到安全的地方 让他得到及时的救助 因为随手随意丢弃几个小时 很可能就会要了孩子的命 孩子是落入人间的天使 生命是造物最伟大的杰作 杀死天使 是魔鬼才干的事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年近八旬的老人去世之后 身边的亲人才得知惊人的消息 身边的保姆竟然是他的妻子 身份的转变会造成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 老人不仅留下了众多遗产 也留下了更多遗嘱让人猜测 围绕着财产和遗嘱而产生的事端 会不会是他在世的时候所护杀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保姆寂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